冲锋陷阵看来这个美女没在怕 那么继续我们的独家镜头 还为您采访到22岁的胡施瑜 那么他看好工作机会多 大学选择念的是大部分 可能是男生会去读的车辆工程系 那么现在他还没有毕业 就被车商网罗来当实习生 那么维修各项技术通通都难不倒他 未来如果他已经录用 他的薪水就已经有30K了 熟练的转开螺丝更换轮胎 拆掉胡施瑜大学还没毕业 就已在车厂实习半年 在修车厂中20多位技师 施瑜却是唯一的女汽车维修技师 拆掉螺丝之后把它放到旁边 那就不会挡住工作的位置 引擎 轮胎 底盘 胡施瑜仔细一一检查毫不含糊 身材娇小的胡施瑜在车厂里 像其他男生一样搬起中午也不含苦 如果像楼上要拆引擎或拆变速箱的话 我连帮忙撑着都会很吃力 我觉得就是实习的机会 那这样我之后在找工作方面 这样子会比较好找 那也有一季之长 打破一般以来黑手学历低的科就 施瑜可是北科大的高材生 不仅修车厉害 外语能力也下下轿 在看诊断电脑 或者是在读一些网路上的资料 修户手册方面会比较方便 原来施瑜多一考试达800多分 让他还没毕业 外商车厂也愿意花钱再陪搭 未来经过路用 平均月薪更可以来到3万元 他们在心思上会比较细腻 所以其实如果他们真的愿意来学 这个汽车修复 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胡适证明只要肯学习 在修车界也能经过不让虚眉 东三财机新闻中令静吴志明 台北报导 설证明屐